俄罗斯国防部也说要重启这个超级炸弹 重达三吨航空爆破炸弹 FAB3000开始大量生产 这少一股他去看的时候 可以看到包括了之前有1500跟3000 这个量体差蛮多的 另外他原本是叫做FAB500航空炸弹 他现在也说我产量要倍增 然后1500也说产量倍增 那刚才最新的就是这个3000的部分量产 他杀伤力比之前还多了4倍 然后炸药的重量是1400公斤 从1.6万公尺高空去投植的话 飞行速度可以来到了 时速是1200公里很远了 另外他爆破的时候 35公尺内的范围建筑都会被破坏 所以有个退休的上校就说 真的如果是500炸弹是乌军的步兵梦艳 那1500就是魔鬼 那3000真的是他们的末日了 如果你今天坐在克里姆林宫 那你看到3月7号瑞典加入了北约 4月4号芬兰马上就要加入北约 北约中间的一个国家法国 信誓旦旦的说要积极的介入 而且法国跟德国跟波兰 也开了三国的会议 就是威马三角的会议 所以当你看到了整个北约 在成兵布阵这个部分 第一就增加了芬兰瑞典 另外威马三角开始联系在一起 虽然其他的国家并不承认说会派兵 但是法国是很信誓旦旦的说要这样做 所以你整个的战场的局势 很可能会有改变的时候 若是你在克里姆林宫你要怎么处理 何况你的国内又受到了恐怖攻击 所以看起来呢 他原来本来就是有个中战指导的 他要去纳粹化 那个乌冬的那个几个省 以及克里米亚 大概这三个地方 看起来是他的中战指导中间呢 很重要的不能动的 因为克里米亚是他的不动港 也是他的黑海舰队的出口 是不可能放的 那现在问题是说 奥德萨会不会一起拿下来 还是说奥德萨就留给乌克兰 然后他们留在克里米亚 那当然是两边是要和平的牵了 他有可能占领蛇岛 对 我的意思是说 最后最后最后的那一刻两边 譬如说我们两岸在今夏 他达到了一定的平衡以后就停了 所以对他来讲 克里米亚不能放的话 那奥德萨会是一个选项 因为若是欧洲的北欧的力量 一直不断地向他推进的话 他要把奥德萨拿下来 他才能够保克里米亚 所以说变成说 最后的这些选择里面 我认为普京现在他做的是一个 中间的一个选择 第一呢 他用了大量的不对称武器 用很多的无人机 所以那些巨大的什么暴尔坦克 都是用无人机去处理 第二呢 他用这个新的就是FAB3000 它是非核武 它是类似核武的打击力 但它还毕竟是非核武 它不是 就它没有越过那个核武 核战的那条线 然后最终还有另外一个战线呢 就是国内的反恐 所以他会用不对称的无人机 以及就像最近陈永康将军 他们所组的那个兵推里面的八部一样 就是从通讯啊电力啊其他的部分呢 先把对手那个瘫痪嘛 所以刚才亮哥讲了 除了是民用的瘫痪以外 军事也会瘫痪 因此他现在的这整个的大的局势里面 最核心的就是用非核武而能够得到 像核武一样的巨大的打击能力 使得包含了法德波兰这些呢 不会很积极的大量的进入乌克兰战场 那在这个时候 它当然用的是我们以前很少看到的 精准制导并且可以滑翔制导的 UMPK套件加上去的3000吨 那这个FAB3000呢 是由玄武岩设计局 我就回去看了一下玄武岩设计局 这局是很厉害 俄国的军武呢 有很多的局都是非常厉害 但玄武岩是特别厉害 因为你怎么会想象到 这么庞大的一个武器 它加上了滑翔的能力呢 就拉远了它在防区外发射的半径 同时它又加上了精准制导 所以它用这个新型的 其实传统武器的改良版 因为它以前曾经大量制造 后来就停产 它用传统武器的改良版升级版 去达到类似核武的这种震慑效果 并且一定会大量的摧毁 乌克兰境内的基础建设 就好像陈永康将军他们做台湾兵推一样 觉得说你一定是要瘫痪对手的 所有的这些能力 那如果说它这些没有办法做成的话 再拉更长 那么现在在全世界 蠢蠢欲动的这个恐怖主义呢 不管它有没有美国的角色在后面 或者英国的角色 但是全世界可能发生的恐怖攻击 就会不断的蔓延 而这个蔓延应该不会是 只在某一个国家 我的意思是它不会只留在 他们所想象的俄国啦 或者是东伊运去在中国的新疆啦 而是过去有恐怖主义运作的地方 都可能会有效法的效果 会有copycat 譬如说法国本来就是一个 非常多恐攻的地方 因为它的民族跟宗教非常复杂 所以现在的这个巴黎奥运 很可能真的是需要国际上面的确定 才会不像当年的慕尼黑奥运一样 产生了真正巨大的恐怖攻击 那么全世界一而再再而三 进入了各种各样的恐攻的时候 全世界就是己无宁日 譬如说你在欧洲 就没有什么安全的地方 再加上从中东 刚刚我们一路讲起来 从ISK到碧露支 一路从中亚 一路到这个往亚洲南亚这边蔓延 也都逐渐没有安全的地方 所以世界上难道不是就进入了 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的 一个可怕的境界 所以对于全世界来说 把现在几个重要的实体的 大量杀伤的战争 能够尽快地留在一个 包含当时建立联合国的时候 所梦想的那个可控的状态 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必须要花很大的力气 去想办法的 否则的话战争 不会只留在一个地方 或一石一地 更何况在欧洲的阵营对抗 已经很快速地正在开始 我刚才念了芬兰瑞典 难道没有其他的国家 很快地距入了阵营对抗吗 当阵营对抗一开始 哪里有地方可以是玩卵呢 覆潮之下是没有玩卵的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基本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松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